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7月3日 意大利望秦比利时 周六凌晨 欧国杯半准决赛继续上演 届时比利时将与意大利展开对决 比赛场地为德国的安联竞技场 比利时世界第一 意大利世界第七 两队在实力层面并无太大差距 均为世界顶级水准 而在本届欧国杯上 双方的发挥意十分之出色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意大利在上一届欧国杯就击败过比利时 而且后者两大核心迪布尼 以及夏萨特军有可能缺战本场比赛 有见于此阵容相对其整的 意大利金扑赢面值得看高一线 毫无疑问 比利时足球正经历着的黄金年代 过去几年他们都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的宝座 过去三届国际大赛至少闯入八强 其中2018世界杯 更是夺得季军 创下队史最佳成绩 而更加能证明他们处于黄金年代的便是那队史出场次数榜 目前排名榜单第一的是韦顿汉 共出场130次 而排名第二 三 四位的分别是韦素 艾达维列特以及夏萨特 出场次数分别为113 112 和111次 排名第五位的 是本届赛事刚刚达成国家队白场里程碑的攻击手梅顿斯 目前为止出场101次 紧随其后的是射手卢卡古 共出场97次 占据队史出场次数榜单前六位的军事现役球员 而且他们全部都是金界比利时的绝对主力 很难不让人对这只比利时有所期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比利时队史射手榜前两位分别是卢卡古和夏萨特 入球数为63球和32球 本届欧国杯 从分组赛开始 比利时就展示了强大的实力 三战三胜轻松以投名出现 卢卡古更是在分组赛期间攻入三球 16强遭遇葡萄牙 欧洲红魔最终依靠杜根夏萨特的世界 波伊比林立克葡萄牙 但遗憾的是 两大和新迪布尼以及夏萨特在这场比赛中 先后伤退且未必能赶上本场对阵意大利的半准决赛 这无疑为球队的晋级全景蒙上一层阴影 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变化非常大 他们已经从一个善于防守的球队转化成一个进攻和防守都非常出色的队伍 这点从他们的欧国背外围赛战绩便可看出 实战全胜且攻入37球只是4球 来到正赛 意大利强劲势头依旧 分组赛首战下半场连入三球倾取土耳其 四战实力不俗的瑞士 意大利依然游刃有于3比0的轻松取胜 莫战威尔斯 已提前出现的他们半主力出战 最终凭借马迪奥比辛拿的破门一球小胜 三战攻入7球且一球未失 意大利在分组赛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 虽然上仗与奥地利的16强战意大利遇到顽强抵抗 90分钟内0比0战合 但来到加时赛 实力出众的他们 还是能够占据上风 并在FG爱莎和马迪奥比辛拿的带领下一度取得二球领先 尽管奥地利在加时下半场扳回一城 但已无碍大局 意大利最终以2比1的比分顺利晋级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文仙尼打造下 意大利已经连续31战不败 战绩傲视勤雄 而且期间更是有24战能够在常规时间实现不失球的目标 其中就包括本届欧国杯的前4场比赛 可见如今的意大利在进攻端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 并没有丢掉防守的DNA 另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